9月6日,第三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,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茶布市起幕,共有28个国家、地区和国际组织餐会,1296家企业参展。 在开幕式上,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继衡,住院餐会参展的各方朋友都能广接良缘,满载而归。 感受挺好,今年中国和蒙古国建交,79年的时候,中文博览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智慧,我希望中国和蒙古国联系越来越好。 记者了解到,截至2019年6月,内蒙古对蒙古国投资项目226个,中方协议投资额19.52亿美元。 本次中盟博览会投资贸易推介板块下的区域合作经贸投资洽谈会,还将推出53个重点合作签约项目,总投资约为人民币410亿元。 推出洽谈项目63个,总投资约为人民币599亿元。 我参加了这次第三届中盟博览会来,往来感受到这一届特别的务实,给我们这个平台产生了很多的效应。 往来我可能还会来参加第四届的中盟博览会,因为有很多我都是蒙古朋友也来参加这次的博览会。 我们就是感觉到更融洽了,通过这次博览会。 据了解,本届博览会为期五天,期间还将举办中盟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周,中盟技术转移继创新合作大会,中盟俄教育科技展等活动。 2019年,恰逢中盟建交70周年,中盟作为守望相助的好邻居、好伙伴,将借此机遇加强合作,谋求共赢。 大家都知道中盟建交70周年,这既是我们巩固传统友谊的一个延续,同时也是下一步我们面向未来,面向全球格局,我们来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难得的一个阶段。 我想啊,这次大家如果能认真地去看一看,然后呢,认真去体会一下,就能从中看到,真的现在我们的合作关系是越来越紧密了。 我们的互补性呢,也越来越突出,蒙古,俄罗斯有很多的商品,都是我们国内急需的,同时呢,我们的一些商品,也通过中盟俄经济走廊,通过一带一路,通过各个通道,也走向了全球。 我想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,也是我们举办中盟博览会,所想求得的一个成效。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中盟博览会一定会越办越好,越办越成功的。